我一進來就有聞到 就是一種 而且就是很清晰 沒錯 你發現了 覺得好舒服 我跟你說 最香的在衣櫥 你一打開 更香對不對 最香的完全就是幸福感 沒錯 芳香豆 這個香香豆 它可以說是日本銷售 第一名的 衣服的香氛產品 但我先講一下 它的使用的方式 因為如果你沒有使用對的話 你那個效果真的不會好 它一定要記得是 直接跟你的衣服要洗的衣服 直接放到洗衣槽內 一個洗衣槽要放幾顆 原則上一個洗衣槽 其實它後面都會有說明 就是你的衣服的量的說明 當然你一開始的時候 依照它的使用量 建議使用量 你用完之後 你可以斟酌自己 對於香味存留的 多於少 然後去調整你自己使用的 這個效果 它可以維持這麼久 它可以維持12週 其實我們剛才一直在講 幸福感 我覺得幸福感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什麼 就是 吃 幸福感最重要是 貼身的距離 而味道 其實一個對的味道 一個對的香氛的味道 是會讓人有幸福感 對 真的 真的 當你所在你坐的位置 你抱的抱枕 你身上穿的睡衣 居家服 你睡的床罩 戴的废子 躺的枕頭 你所接觸到的 每一個貼身距離 如果都是你那個幸福的味道 那才是 真的 味道是可以讓人幸福 但這個幸福 它是要你貼身存 那它有幾個味道 它這個香香豆一共有五個味道 那我現場其實有準備了三個味道 這個是甜石榴 這是玫瑰 紅蓋子的是玫瑰 然後我自己是用這個青青草 草木 青青草木 草本的 然後這個是紅色的是玫瑰 粉紅色的是甜石榴 但是它都是透過了 九種以上的這種味道 做香水的調香 那基本上它們的尾味 都會偏向香草 木質的白色香這類的味道 所以就是說 它可能在洗的過程 剛拿出來的時候 會有一些這種花果的甜或香氣 讓你一直記憶深刻的那種感覺 那個是你會在記憶裡面 留存很久的 這個其實在一般的通路 或者是網路都有賣 我給你們聞一下味道 我現場準備了三個 剛好就是三個不同顏色 這個就是甜石榴 這意思就是說用來洗家具就對了 我要清新草 然後這個是玫瑰 因為我也 其實我滿喜歡玫瑰的 好甜喔 是甜甜的 我要提醒大家就是 其實這個香香豆 它是會留在你的衣服的纖維 上面長達12週 那很多人就會說 我這樣子味道好像有點重 它是不是沒洗乾淨 我再強調一次 香香豆它本身 沒有洗鼻劑 柔軟劑的功能 所以你不用擔心 它是不是要什麼 脫水 脫了很久 清洗清得很久 它只要按照一般洗衣的程序 做完就可以了 但它本身沒有清潔 或柔軟的功效 也因為這樣它沒有柔軟劑 也沒有漂白劑 所以像玫瑰老師 你的所有的運動服都可以用 我可以用 因為運動服裡面有彈性纖維 不可以用柔軟劑或是漂白劑 我覺得我們都很喜歡 就是用味道來讓自己有記憶 那如果說你的味道能夠統一 比如說你的所有會接觸到的 這些有纖維類的 脂品類的東西 或者是你可以想像說 你的衣服全部洗完之後 打開 衣櫃一打開 你根本不用 掛任何什麼包 香包 什麼 不用 你的衣服所有都會有一種 統一的味道 這比你噴再貴的香水都好 而且你知道我換算過 它這個香蕉豆 你每一次洗衣服 大概只要花不到10塊錢 你就可以相識二週 很值得